大家都是在APP上不要看見他 想找老公就不要like他 因為我有些朋友都是Single 他們會玩APP 我看到他在旁邊選的男生 哇!好玩喔! 讓我選給我選 歡迎回來維威維講人話 隨便吧 想像嗨而已 哈哈哈哈 好,再來 歡迎回來維威維講人話 又有我們三個 大家好,我是Lulu 我是Koe 我是Kee 今天我們會聊些什麼呢? 今天我們會聊一下 那怎樣認識男生和認識女生 咦?你最聰明了 我不是啊 你在哪裡認識女生? 哪裡認識女生? 任何方法 街上 街上也會 你是街上也會上的 有試過嗎? 試過 又不是街上的 但是… 酒吧? 是吃飯 類似酒吧 酒吧 怎樣吃飯 不是 他有什麼令到你… 他有什麼令到你… 要吃吃飯也不吃 因為他吃那個雞東西 吃得很漂亮 那次剛好是… 我約了朋友吃飯 我訂了一張桌子 可能是… 那間餐廳的高一點的桌子 而我自己在速度 先坐下來 然後我很沉悶 然後我 writer 夜間店通常認識女生 如果剛才看來面 就看到個多美女 然後他也會 economists想 Raj 我可能他見我自己一個 可能只會被插手 奇怪怪的 可能我自己一個地坐 我 prin著我發呕了 但剛開始我不應付他 你說那女生在看著你一個嗎? 我就跟朋友說 不如我們去抄牌吧 然後我就去廁所 回來那一刻你要經過她 看到她之後 然後就問我可不可以坐下 有沒有人坐 她呆了 不是 她兩個女生吃飯 她呆了 那她不反對你 她很少拒絕你 然後就聊天 聊天之後就拿電話 那之後有沒有 怎樣成功的第一步 要她有眼神接觸你 我覺得是 不可以謬謬言 無端端問你 無端端有個男人走過來 喂 這樣 很奇怪 對 你也不會 但是可能 大家男生聽著她怎樣教大家 不敢說 不敢分享 成功的經驗 對 但是你要確定 對方 男或者女 我覺得女生很少主動 但是男或者女 你是有眼神交流 你先認識好 有這個人的存在 那你要夠膽走過去 有沒有試過女生主動 找你聯絡 在街上沒有 但是 其他地方有 沙灘 應該沒有試過 沒有試過陌生人 走過來聯絡 對 可能說 我跟Lulu準備出去了 你們剛做完事 我剛才看到 那個男人是誰 那些 即是Fran的Fran 想認識你 可能是 Fran的Fran想認識你 尷尬了 又面紅 你看一下 經常都面紅 你應該有很多這些經驗 很熱 不多 真的不多 沒有 真的沒甚麼 不要太多 那你有用Apps來吃人嗎 有 怎會沒有 不是 大家在Apps有沒有見過 阿Keef 你今天阿Keef說要 介紹一些Apps給大家用 成功 Mash到最多女生的 我認識的App 大家都認識 你說一下 你現在在用甚麼 我只認識Tinder Tinder 可以出名的 可以出名 Call Himi Bagel CNB Bumble 我剛剛也說了 Bumble還沒聽過 為甚麼要玩幾個App 一個App不可以 我不知道 我還沒玩過 原理就好像 你不玩App 玩App的人是兩批人 玩App裡面 玩這個App 玩ABCD App 都分了幾批人 你有沒有試過 在三個不同App 都見到那個女生 有 你們真是天生一對 每個App的演算 你見過 但你可以掃走她 但每個App 對你來說 你才會很合適 放一些合適對方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是 你幾個 有個Pool 他們在 隨便混合 他應該每次都合適你 所以他才不停派給你 是嗎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 因為他不停 Like你 然後 你就不停出現 那你用App 你一天會用多少個時間 在那個App 我沒有 我好像做這個 在數據分析一樣 我未必日日用 有時是剛好 可能坐車 你坐車 你沒有工作 很累 我有時會自己看書 拿電話 但看書會很悶 看書 煩什麼 真的看書 然後你看書 很悶 開開開 我發覺他人 真的很怕寂寞 剛剛在餐廳 很悶 有些朋友未到 不如見到那個女生 完全不適合 兩樣東西不適合 看一些很學術性 關於韓 真的嗎 真的嗎 突然想認識女生 而且看到你的腦很累 你就會覺得 還有其他事情 你覺得認識女生還是累嗎 不累 累了 女生累 累了 當然累了 你要想 你要怕被拒絕 大哥 我走過來 你也不會知道 Lulu 你給我電話 你不肯 我覺得我醜 你也不只醜 要這樣才行 但也不舒服 也不想被人拒絕 那麼多次 也會心傷 你要接受這件事 但這件事本身是屎 屎就是屎 有些女生很開放 可能她找到你 很主動 不斷約你 你還未打算約她 她就約你 不要那麼誇張 但有些人會主動約你 有的 有的 不要說得那麼誇張 我嗎 嗯 As soon as possible 因為看她的照片 對嗎 對 因為你在APP上聊聊 是沒有意思的 對 你今天聊她吃什麼飯 誰知道她出道來得140 對 看照片以為170 第一次新高不是問題 我也是我的頭 你們不要哭 你站起來吧 有落差 有落差而已 對 因為你怕照片 那你有沒有試過照片 我覺得 也有的 有些差距 有差距就是照片 莉花 真的是你 不是我還有誰 不要浪費時間 快點來吧 那有沒有一些真人比照鏡 沒有 什麼事 真人比照鏡 所以你一定要期望是打折 7折 多一點 7折已經達入照片的境界了 即是照片這家人 不就是傳播 以前多一點 現在少一點 為甚麼 不知為甚麼 可能人們認識 不是 因為她已經認識到 Scan那些人 可能 看得出哪些是照片 對 她幫我解釋了 有經驗了 她幫我解釋了 即是你選擇的女生 通常會選擇甚麼 例如自拍 或是展示身材 或是長腿 你會怎樣選擇 我又不是專程 看展示不展示身材 但自然一點 像Lulu的樣子 我就選擇了 立刻like 如果你在APP上看到我 你會 一定是留的 但我會先like 我會先match 看看是甚麼 如果你 可能她第一句 Hi 我是Lulu 你是Lulu 我也是Lulu 那你又match我 你當我是Lulu match她之後 又要質疑她 那不是 所以我覺得我玩APP 大家都不會相信我 沒錯 因為我之前曾經聽過 有朋友說 然後她就說 她就要約一個女生出來 應該是每次約一個女生出來 她都不會直接 約在一個 可能地鐵集資 出口等那個女生 她會在 例如 男生 男生 她就會站在一個遠一點的地方 等那個女生先渡藥 然後就看看她真人不想的 有沒有很大的差別 你好像我講的 不會這樣 我覺得這樣很不尊重 很不尊重 但如果她真的 出到來是100磅 180磅 100磅 100磅 變成180磅 你也要接近她 有嗎 拿黑布過我蒙頭 然後入閘 很有風度 真的 那你沒理由這樣 你約了一天 你最多 盡量不要請人吃飯 最多AA 真的沒有吃虧 沒有吃虧 你通常會第一次約那個女生 會是做甚麼呢 不是本身約腳扒 然後變成M幾 即是 我真的這樣 這樣也好 這樣也算是這樣 但也不會 你約了那間就那間 有時的餐廳 我們要問一下 你覺得怎樣 那個女生 譬如你 出到來只是第一步 那你覺得怎樣 那個女生會加分 令你覺得 想繼續 再約下去 即是 噢 這個人說話比較真心 不要那麼假 怎麼假 即是如果她出到來 她完全沒有付錢的餘肉 我沒有所謂 你OK 我覺得男生應分的 給錢 老實說 我覺得 因為我之前 很多人不說 有個朋友說 她約了一個女生出來 吃日本菜 即是你現在很流行的 廚師法辦 然後很貴 然後她就說 她不要約那麼貴就行了 第一次見人 對 就是女生 約那麼貴 不過是午餐來的 女生選擇了 女生選擇了 那你會不會出 如果是女生 是午餐來的 我想二、三、八 應該沒有那麼貴 即是午餐 好看情況 如果她想吃 你OK 那她是甚麼 她是甚麼 甚麼質素 哈哈 你不用說甚麼 你不用口疊 我直接 我經常都 read 到 我經常都 read 到 然後我踢爆了 很不好意思 那如果 是好看 所以 我覺得沒有我一條死線 這個世界 永遠都有彈性 或者你都想吃 我幫你打 或者你都想吃 譬如你昨天吃了 你第二天不想吃 那你就要拒絕 是呀 所以很 depend 可能我一路都想吃 那間店 剛巧你約我 她就說女生約了之後 她就準備去她的餐廳 誰知去到門頭 反而她已經吃了 然後她就馬上離開 為甚麼 為甚麼 因為那女生說她是同學 哦 但我覺得也很不尊重 哦 對呀 我覺得要懂得尊重別人 然後那男生就說 真的超級不好 漂亮嗎 很奇怪 那女生 對呀 這樣就大扣分不可以 對呀 那如果她說 我們AA 你會否加分 我沒有 但我知道很多人有 即是你沒試過約女生 那女生說AA 因為她很容易 知道我以前的職業 那你知道你以前的職業的時候 然後她就 對呀 那我叫人給錢 好像有點不好意思 那你現在在APP上說錢 對呀 就是錢 X 然後那些女生可能會 jobless 請回來 對呀 很慘 那女生可能就會說 哎 看你這麼慘 請回來的時候 對呀 你不是可以有不同的 可能是 試一試給你 現在你還有沒有玩APP 現在很少 現在很少 因為現在已經有很多女生 不是 因為現在已經沒有工 現在沒有工 已經是前機 現在人家問你 然後她沒有意思 跟她說 失業 我聽到那個女生 心想 不出了 不出了 應該不會 對呀 我覺得你應該不會 有沒有什麼成功例子 什麼為之成功的 我相信 你的成功的第二則很多 好的記憶 好的 一定有的 一定有好有壞的 有沒有差點發展 成為了女朋友 也有 那為什麼只是差點 我也不想拍拖 她享受那個 我也不想拍拖 純粹享受 求女兒的過程 捕捉那種患得患失的感覺 男生都喜歡FRAC的過程 女生先喜歡 男生先喜歡FRAC的過程 不喜歡拍拖 女生有時都會喜歡 GOLU呢 如果你不是一個 大家都認識的人 你會不會想玩APP 是 我想玩 因為我有一些朋友 都是Single 他們會玩APP 我看到她在旁邊 選擇那些男生 哇 很好玩 讓我選擇 那我就用別人的帳 那你應該是 因為你這個身份 令到你很多事都不能做 那系列不能做的 你還是很想做的 還是 例如玩APP 在club 你講完我沒有做過 你玩APP是為了認識男生 那我心想就算LULU平時在IG也有很多人 involves你 那我想重申一句 我真的 沒有異性追求的 大家聽到了 沒有異性追求的 但一定會有些人在 我朋友在IG在公眾 他都會有些男生 involves hi 在那裡跟你聊天 那種 那種 一定會有的 你開過IG來看 那些狗 是keep的 大家想不想看 keep的電話 我可以在IG裡興奮過他 真的嗎 因為上次我不知道他是誰 我不知道 現在沒有人認識你 人喜多你喜多 我好像沒有認識 是follow他 但我沒有認識他 你不會說那人興奮 你會按進去IG來看嗎 看他是什麼樣子 不會 這是第一步 如果你連這樣也不做 那你會不會 你燒對LULU 因為我的IG是public 然後code他們的IG是public 可能你add我 然後我想按進去看 我也看不到你 那如果他是public呢 我會看看他是做什麼 可能他是推銷我的保險 什麼營養減肥 因為IG很多 add你不會推銷保險 就是正正常常 IG推銷保險 是啊 現在都新鮮 他真的不會做保險 正正常常常 經常去旅行 然後可能放一些 你記得 他可能那個description 就是派下去 然後律師 你會不會覺得 也有興趣去吃飯 沒有 高攀不起 我怎會 他 他高攀不起 是啊 是啊 他高攀不起 他高攀不起 你又想要 weak我的message 你有沒有怕危險 其實 我覺得沒有危險 但是我個人就很怕會認識新朋友 特別是在網上 就算你想介紹朋友給我 我都會 不去 很累 又要化妝 又要想說什麼 哦 是啊 我理解你了 所以有時 要想說什麼 有些朋友 說他單獨了一年 他一直都會玩app 但是你每次都要跟 一個新的男生或者女生 要一直討論一些話題 其實這個過程 我覺得很累 累 累 所以有些人說 一開始玩app很開心 可以認識到很多不同的 但可能你認識了十個 你開心認識到 但是三、四十個 你就覺得 很累 每次都要重新再說一次 每次都要說那些問題 你做什麼 你喜歡做什麼 之前有聽過我的女生朋友說 可能他本身是住公屋 他真的在app上 認識到一個醫生 然後他就覺得 我醫生可能住九龍塘那些 他知道他是很有錢 他為了不想知道 他真的真的會這樣發生 電視的條件我都看得到 他去到送他回家的時候 他會在他家附近的私人屋 他會把他放下 因為那個是我的朋友 所以我知道他是真的 那我就覺得 有必要嗎 我覺得 感覺好像很慘 你說那個女生的 對 我不知道 這種心理狀態 但他就是想向上爬 可能他覺得想認識那些 我理解 但是 讓人知道自己住在哪裡 我覺得應該 如果是你 如果他 他 你會不會送那個女生回家嗎 看情況 都是 你看一下 我也想想的 看情況 他也好 當你覺得也有興趣 大家對話 然後他叫你送他回家 送到他去 在深水埔的劏房的樓下 你會不會覺得 這個女生挺獨立的 我 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其實我也不覺得有問題 但可能女生自己就覺得 不想被別人 自己的心理上 對 沒有影響 沒有關係 我覺得沒有關係 對 我代表自己說的 而且我覺得男生 會很介意對方 對 男生住在哪裡 對 反過來就會 有沒有人一出來問你 你住私樓 還是你住公屋 不會這麼直接問你 之前那些什麼潮民 是很流行的 大男朋友回來 媽媽就會問 住公屋 吃菜 他已經去到家了 住私樓 已經吃雞腿 你在說app 你住哪個區 可能你住哪個區 也會知道 怎麼會這麼直接問 女生 女生問這些問題很厲害 我發現 例如你女生不會這麼問 不會這麼直接 會問 你今天沒有開車嗎 那便知道你有沒有開車 那你跟我說 我沒有開車 語言藝術這些 我沒有 雖然我真的沒有開車 即是說 我乘巴士來的 我乘巴士來的 他馬上下車 有 對 我會這麼說 如果你想問他 你月入多少 你怎樣去 語言藝術 我很想看 他的問題很厲害 假設他是做 因為我也有很多朋友 其實我會知道 如果他講的職業 還有他的年資 其實我認知他有多少錢 其實是 你有一定的社會語歷 你不需要他講到要出口 又對 這些就是 你認識到老師 認識到公務員 你認識他 看他的職業 你都知道 你算到他的年資 他做了三年老師 一打開政府網站 三年職業 你已經知道 對 除非你說他在做 有甚麼職業 你知道嗎 那就聰明 你經常告訴我 有甚麼職業 保險你不會知道 我本身不是很喜歡這個職業 那我就不了 那你有甚麼是你不會知道的 正當職業 保險不是正當職業 不是正當職業 因為他有commission的成份 除非他做編 我就不知道 也不是很多職業 你都不會知道 你有commission成份 例如做廣告也會有 你有底薪 有底薪之後 你commission 那部分可以很大 例如他說他做廣告 你大概都知道他忙不忙 你就猜到 他整天都有空 你平日又不用回 除非他做老闆 如果他打工 你都覺得他應該是freelance 那你就大概知道 你大概會知道 所以要選一些有空的男生 不是有空 他可能約下你 我們星期三下午四點 星期三個個都要上班 你只要約下午四點 就是還在上班 你可以約我 可能他很簡單 他說他是做工程 因為那些人懂得修飾 男生都懂得修飾 可能他說他做工程 其實他是做地盤 當然做地盤都可以賺很多錢 但是他做工程 大概要回四月六 你就大概知道 他是做哪一類型的工程 做過證案真漢子 你用APP 你會不會想以 結婚為前提 去玩APP 我沒有任何前提 大家真的在APP 不要見到他 不想結婚的 有什麼問題 想找老公就沒有 有什麼問題 知道嗎 我說沒有任何前提 不代表我不會做人老公 雖然我真的不會 你是在APP 想認識朋友 對 沒有任何特定的方向 我玩過的 然後我約過一個男生出來 然後很久之前 我覺得那次約會之後 就令我覺得 都令我覺得很新鮮 那個男生也挺好聊 然後就約他出來 誰知道他是素食者 男生其實很少 開始我覺得 他人也挺好 而且他也很適合 這樣約出來 我們就約了去一間 食素食的餐廳 一開始我本身覺得 素食很健康 我也想試一下 我覺得我是接受到的 之後就發現 他原來要求很高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理解 因為這也是我之後才有理解 你知道什麼叫鍋邊掃嗎 應該不知道 那個器皿 如果他煮過肉類 他也不可以再用那個器皿來煮 哇 很煙 我發現我其實接受不到 就算我跟他挺好聊 如果我要陪著 不要哭 我覺得好像跟他一起吃 但我如果不跟他一起吃素食 很不尊重他 但當然他就說不要緊 他覺得 你不就繼續吃你的肉 但我自己覺得 哇 很大壓力 你也不喜歡吃 對 之後我再跟他一起吃兩次 就覺得 其實我也接受不到 我就不要再做這個事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 你都要出來 因為除了你覺得對 之外 你還要看生活習慣 或者大家的想法 不過這些位女生想法 會全面一點 比較深入一點 男生的頭腦很簡單 你覺得無所謂 真的無所謂 你一看美女 就什麼都無所謂 頭腦很簡單 你在APP上選女生 會選什麼樣子 美女就可以了 即照片要碰 最好不要有些P 有些什麼美肌 你懂得看那些filter嗎 其實我不敢說自己 懂不懂看 但你有時 有很多藝術 你看得多你就知道 是一些有filter 即是懂得看 我懂得看 不是他講的自然 不是 他講的自然是很不合理 可能那個女生 不要講自拍 別人幫你拍 但是夾了胸 然後整個胸部擺上頭 好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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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嗎 那些藝術都是這樣的 自然是不可以有美肌 但是你說夾一下胸部 這樣就夾了 好自然 他大波就自然是 弄出來 大波就大波 自然是沒有關係 兩回事 跟你想像中那些不同 即可能他已經 設定好腿極長 即可能擺到不知怎樣 有些是披瘦 可能是披瘦自己的手臂 你看到 可能 假的 假的女生 即是 就算不是 怎樣說呢 就算披瘦得漂亮 一聞到這些味道 你覺得不行 你隔著手機也聞到 對 聞到這些味道 這樣披瘦我覺得 不行 即是我很不喜歡假的東西 可能戶外的環境 會不會有 沒有關係 不是戶外的 不是大自然那種自然 不是 即是如果我們要加分 笑得好一點 對 那男生呢 你覺得如果有什麼男生的照片 會吸引到你 很少看男生 如果我覺得自拍我就不太喜歡 對 你要說你喜歡什麼 我們只想到自己不喜歡 對 你喜歡什麼 因為你用排除法 有些什麼照片 如果我放了 你會 你會like我 如果 即是那些可能 想有些 比較 認識一些比較有錢的男生 可能戴著一隻褲子 明明很不自然 很自然 很自然 錢 是可以從天而降的 我不會 我不懂 我覺得有寵物 有寵物 就應該是 每個女生都OK 即是對我很好 即是對他 抱著一隻狗 因為可能女生會覺得 因為對著小動物 你會很有愛心 和耐性 不過我試過 那個男生抱著一隻狗 然後我就 我like了他 然後他就問 你有養狗嗎? 我朋友 他懂些東西 即是借朋友的狗來拍照 然後就拿來放在 我也試過 因為我沒有養狗 即是幾個伎倆 或者抱著朋友的女兒 那些 我是契女 我很喜歡她 網上的照片 抱著小朋友 我是契女 很有愛心 對 他還問我 是否有趣 我每個星期都去 我每個星期都去探望她 那些女生一定會問 如果你用這張照片 一定會問 這個是誰 那我又 是我自己 我喜歡 我很喜歡的契女 又可以引起別人的話題 你很喜歡小朋友 一石二鳥 然後就會說 你很喜歡小朋友 是的 然後就想想 不過我不喜歡結婚酷 就是小朋友 但我不喜歡結婚酷 內心說話 沒錯 那些人就 差不多了 好爸爸 好老公 那你覺得 有什麼想要吸引到你 我覺得會 大隻 大隻是不行的 他一定沒有他那麼大隻 那個人就瘦到不得了 穿著衣服的大隻 那就OK 不行 都不行 穿著衣服的 什麼為之大隻 走魚硬大不大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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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不喜歡 你就不喜歡 就不常 不就是 我不喜歡的是 穿著T-Shirt 但是爆肌的 嘩 好厲害 KEEP大不大隻 KEEP應該是 你站起來給大家看看 很瘦 會出了鏡 會出了鏡 太大隻 頭沒有了 說吧 我不介意 遍康的身材 嘩 雷仔應該覺得 這些身形是標準的 如果你說再大隻 就因而而而而 因為很擔心 太大隻 就是 被他摘傷 一開始見面 又不會的 但可能會很有眼 想到很遠 想到很遠 你永遠都想到很遠 想到很遠 我覺得好像很難可以 認識到很遠 好像很多男生 真的 約好多 但其實真的很多 網上騙案 因為我有個朋友 就是 在Apps上 認識到一個 網上騙案 認識到一個外國的男生 那個男生 貴錢 叫他貴錢 那個男生 就問 我送了一份禮物給你 清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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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幾天 就有個不知名的電話 打電話來 就說 你的件是扣留在機場裡 還是什麼 你要過幾萬元 幾萬元 才可以 我朋友就很純情 他不會騙我的 因為他之前也有個男朋友 沒有見過面 沒有見過面 之前男朋友也有幾個件 都要給一些稅項 他就覺得 沒有什麼特別 那就給了 那一刻 最後騙了嗎 其實女生很容易騙 如果他動情 是嗎 我們會覺得 你是真心的 未見面也可以動情 你會不會 很想 快點跟他離開App 拿他電話來聊 也會 你會的 我今天不會 如果App到約到他出來 就不用拿電話 也會的 你剛剛說 要在這個App裡 那你會不會 還有你會不會 哈哈哈哈 哈哈 那你覺得 那些女生 覺得肯跟你出來 是因為你的樣子 還是因為你的職業 為什麼要得這兩個選擇 可以再說得好一點 你的樣子加身材 以及你的職業 加你的財力 什麼財力 那是什麼 財力 我不知道 我覺得很膚淺 那你有沒有第三樣東西 太膚淺 LULU叫我問 LULU叫我問 我選擇 對 其實我覺得 真的 我也認同女生的看法 就是不太看樣子 但是就不可以髒 不可以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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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吸引的地方 是在於 我認為 女生對於男生吸引的地方 是你溝通 覺得 升到 一個AM 一個FM 大家都不適合頻道 我可以轉頻道 我可以轉頻道 其實真的 我的意思 我不可以只說 是不是很有趣 有趣 又要是 但有趣得來又要認真 認真得來又要上進 你的職業的重點 不是關於錢 而是因為你的職業 可能很有見識很多東西 就會令你 言談之間 令你覺得 你很有才華 你懂很多東西 你沒有些同事 雖然是BKC 但很喜歡打機 即是平時有出街 即是很獨立 很多都是這樣 很多都是這樣 很正常 其實很正常 飛機師才喜歡打機 因為近的 其實都相似 即是你打 那些SIM 或者賽車鏡 什麼都相似 但我事實上 真的有朋友 在Dating App 認識到 之後他們最後還結婚 即是你準備結婚 總做他們的結婚 認識了多久 其實 可能一起 大概三年左右 就要計算結婚 計算結婚是時候 可能三四年左右 但事實上 他一開始 所以證明了 這些App的存在價值 我剛開始知道 他認識這個男生 他還跟我說 是Friend的Friend 我問他 是怎樣認識的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圈子 很不同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那個男生 都大了他幾多 可能七八年 都覺得 有什麼可能認識到 因為當時我們還在讀大學 即是覺得怕醜 我用App 怕醜 然後他跟我說 最好笑的是 那時候我沒有玩DTM 然後他就說 他跟那個男生聊天 然後我明明 看到他的畫面 不是WhatsApp 然後我發現 他的畫面 是Tinder 我也有一點懷疑 但最近他現在結婚 他就跟我們說 其實他是在App 裡吃的 我從你這個 成功的例子 可以看到 其實可能 女生認識男生 認識大一點 好像是 沒有關係 會容易一點 他玩夠 成功 你覺得成功 他不定義成功的例子是結婚 成功是結婚的話 會不會容易成功 我覺得是 那你覺得結婚成功 對女生來說成功 如果他是想找另一半 是 如果想找中生伴侶 你找一些年紀大小的男生 會容易一點成功 沒有關係 如果一個二十歲的女生 約到你 你今年多少歲 三十 三十歲 不算小又不算大 那是否叫好一點 那可能那女生 七八年青春之後 七八年青春 阿Kiev都三十七八 可能他到時就想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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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知道 但是 對就對 不用浪費七八年的時間 不用浪費阿Kiev身上 不要浪費阿Kiev 他可以選那個年齡 你選那個年齡 可以選那個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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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門推 可能30樓上 又說真的 我有很多男子朋友 跟我差不多年紀 不是很多的 有些 他是想 二十七八 想減少 我也知道 那個想法會變的 但可能會 個人的舞蹈有些不同 那你呢 你會不會接受到大過你 你仔嗎 OK 我會說 你那個年齡 你有沒有調教 有調教的 有調教的 不要超過40歲 小嗎 小? OK 零 不會有這些 小就無所謂 不可以太小 要合法 16還是18 不知道 16吧 所以我覺得 用App認識別人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我也有很多朋友 是成功例子 玩了一整年 終於找到他的白馬王子 他們 因為他們 我都覺得 我女生 都是美美女 對方男生 都高大英俊 我會覺得 真的 真的可以 這個人真的很乖 但 然後出來 他們拍了差不多一年 現在都是很甜蜜 我都不只有一對情侶朋友 是結婚 是有兩至三對 比普通朋友認識的 對 真的 我不知道是否 剛好那些男女 很偉大 而且我覺得 App是 沒有那麼大壓力 我覺得認識朋友 對 說中了 因為朋友 介紹朋友認識 就是 不知道哪有那種壓力 但是 對 對 對 就算好還是不好 跟你好還是不好 然後 你的朋友 都會很尷尬 就是問你 Dating是怎樣 對 這個是用App 其中一個最大的好處 我覺得 除了你擴闊圈子之外 這個是你沒有包袱 沒有包袱 即是不Date 又不需要 大家可以完全聯絡 大家都覺得沒事 就算那個女生 其實很想再跟你聊 但你因為很不適合她 你就自己欲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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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也需要都要認籌她 她 亂要賣她 是啊 因為既然朋友 拿了個袋 出來跟你 試過 對嗎 你試過 他還在這裏很會敘思 他未必不先 不說出售不出售 但他仲要介紹別人 給你認識 喂 你不知道為何 你都要和他報道 那一隻 對 然後他會覆盡一下 你跟Anna的狀況 是 你都在報道 不過現在會想 我現在心想沒有再聯絡 但又要再跟她完美 所以大家是贊不贊成用App認識人 我非常贊成 Keef的朋友千萬不要再介紹女生給她認識 她很大壓力 她寧願在App認識 不是不是 介紹多一點 介紹多一點好一點 所以其實我覺得用App認識人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真的要小心見岸 而且會被人騙錢 而且會騙感情 沒有啊 我從來不騙人 不要聽她亂說 我全部講真話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分享 我們下集再跟大家聊 拜拜